你现在看到的是建立纺织机械有限公司的双头摇摆机 首先我们大致看一下它的功能建立 首先我们看到它输送的袋子上面 首先是从袋子然后穿过这个锅带 然后缓放 然后再经过这个甲带 然后穿过这个压线纹 然后把袋子掉在这个后斗上 然后后斗通过后斗 然后往下掉到箱子上面 从中我们这个后斗是前后摇摆的 可以前后摇摆 然后下面是这个平板 可以调它的那个摇摆幅度 调这里 这个是走距 往外调的话就摇摆幅度越大 往里面调的话摇摆幅度越小 然后这边也是同样的 那我们现在开车摇摆一下 好吧 那我们看到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看到箱子是前后左右摇摆的 前后摇摆 然后这个摩托是前后摆动 然后形成一个相对运动 然后大致的效果就是这样 平整的放在前后 这样它碰到这个边 然后就倒来了 这样的做法 这边也是碰到边的 比较平整的放在箱子上 5秒钟 1秒钟 2秒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